造假尋狗 莫視安全 跟我們的港鐵和政府部門都在這裡宣布 就是我們的居民組織 最初我們對港鐵是挺信任 覺得他挺好的 因為在他開工之前 在我們的天棒、地下、樓梯間 都落了很多監察點在那裡 但落完之後究竟那個情形是怎樣呢 我們就不知道了 我們一直都以為好點好點好點 但是到了近期又因為揭發到這麼多 就說超標的數字出來 變成我們很擔心了現在 所以我們就希望港鐵盡快給到我們的答覆 第一就是究竟我們是否安全 安全就最好了 如果是不安全的話 他有什麼後著可以跟我們支撐好也好 或者是要做回一些什麼補救的方式也好 所以我們都要賠償了 把第一次提供的方式也好